第2720号决议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安理会通过的第二份决议 要求采取紧急行动 扩大对袈裟的人道援助 并未可持续地停止敌对行动创造条件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份决议并没有达到国际社会的预期 仍然有完善的空间 但是考虑到当前的紧迫形势 以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立场 中方投了赞成票 本轮巴以冲突 已造成数万无辜平民死伤 加沙的人道局势仍在持续恶化 我们希望决议得到切实执行 尽快扩大人道援助 并设立监督机制 同时实现停火 仍然是压倒一切的前提 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加强协调 推动安理会及时采取 进一步负责任有意义的行动 为早日平息加沙战火 切实落实两国方案 实现中东和平稳定 做出不懈努力